历驾发生的事情 远在临时的赤恩恩完全不知情 他在给厉老爷子打完电话之后 又给全东婷打了电话 大概是说了一下这边的情况 让他帮忙照顾一下诺诺和揭持宝贝放学 挂断电话之后 他回到了病房 VIP的病房里 洁白的墙壁 洁白的床单被子 躺着脸色苍白的人 赤恩恩拉了一个椅子 坐在了病床边 目不转睛地盯着床上的人 视线从他光洁的额头 往下滑到了眉峰 再从阴气的眉峰 滑到了他紧闭的眼睛上 因为床上的人安静地躺着 一动也不动 所以他能够清楚地看到 男人浓密的睫毛 赤恩恩很少看到睫毛 像是丽北爵这么挺翘的人 一般男人的睫毛都比较短 有一些甚至是看不出来有睫毛 但是丽北爵不一样 他的睫毛就跟一个小扇子一样 眯起眼睛的时候特别地明显 再加上他本身五官就是属于那种 立体深邃的类型 长睫毛格外地凸显出了他身上的混血感 不知道的人第一眼看到他 肯定以为他是混血 就是因为他的五官和睫毛 和W国的人不大一样 赤恩恩情不自禁地伸出了手 指尖轻轻地扫过他又长又浓密的睫毛 手指尖传来了酥酥麻麻的触觉 他的指尖顺着熟睡的男人的睫毛 落在了高挺的鼻梁上 顺着鼻梁滑下去 最后点在了他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 但是不减性感的脖唇上 不知道是不是性格的原因 他的脖唇唇色明明因为湿血过多 显得苍白 然而 唇上的温度并没有降低 还是滚烫滚烫的 就像是苍白的脖唇下 藏了一团火一样 烫得人手指尖一颤 赤恩恩收回了目光 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了 他还包着纱布的头上 唇角抿成了一条直线 赤恩 躲开 赤恩恩这些人还没有起来 快走 该死的 快走 听到了没有 在物流仓库里的一幕幕 浮现在他的眼前 他心脏不由自主地揪紧了 目光复杂地看向 病床上昏睡的男人 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闭着眼睛的缘故 看起来完全没有平日里的霸道强势 俊美的容颜 就像是坠入人间的太阳神阿波罗似的 完美如仇 赤恩恩望着他的脸庞 微微地出神 当时 那个椅子快要落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记得丽北角冲过来的表情 还有他说话的口吻 无论是他当时的表情 还是说话的口吻 都是像极了以前 特别是他冲过来 扣住了他的后脑勺 把他的头强硬地埋进了怀里 让他闭嘴的那一瞬间 他真的有一种 他想起来的感觉 就像是他没有忘记他一样 赤恩恩苦笑了一下 觉得自己这个念头很荒谬 丽北角怎么可能会突然想起他了 可是 他形容不出那一刹那 丽北角给他的感觉 他抱着他 护住他 第一次也不肯放开手的那一刹那 他真的觉得他是想起来了 如果他没有想起来 他们才认识多久 他怎么会连命都不要的 也要保护他 他还在出神地想事情 完全没有注意到 病床上的人 睫毛巍巍地颤动了一下 紧接着 手指也跟着挪动了一下 虽然动作的弧度很小 但是还是动了 丽北角的眼睛还没有睁开 已经感觉到了小女人的手 放在他脖唇上的触觉 倒下去之前的回忆 瞬间回笼 他皱了一下眉头 刚要睁开眼睛就听到了耳边传来了开门声 紧接着 响起了霍益的说话声 赤小姐 我回来了 然后是一阵的脚步声 绝意还没有醒吗 赤恩恩摇了摇头 还没有 霍益放下了手里面的水果 担忧地看向他说 担忧地看向他说 赤小姐 我已经回来了 要不然 您先去附近的酒店休息一下吧 等爵也醒了 我给您打电话 丽北角躺在这里 他怎么可能睡得着呢 赤恩恩谢绝了他的好意 不了 我在这里等他醒过来 可是医生说 绝夜可能很快醒 也有可能明天后天才会醒 要是绝夜等会儿醒了还好 如果绝夜明天后天才醒的话 池小姐 要等到明天后天才休息吗 这样您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您听我的 你先去酒店休息 我在这里守着绝夜 您放心 绝夜醒了 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 丽北角头一次觉得 霍义的话这么多 该死的 早知道他的话这么多 早就该把他发配到 替国的煤矿去喊口号 正好那边 正在缺一个喊口号的人 下一秒 他音质的心情好了起来 我在这里等他醒过来 如果他明天后天醒 那我就等到明后天 池小姐 霍义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了 总觉得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索性闭上了嘴巴 好吧 但是您要注意身体 如果实在是撑不住了 一定要跟我说 我知道 霍义没有再说什么了 拿了一个苹果递给他 赤小姐 吃点水果吧 我再去医生那里了解一下 绝叶的情况 然后准备一点白粥 等绝叶醒过来了吃 麻烦你了 赤恩恩接过了苹果 露出了笑脸 这是我应该做的 霍义没有耽误时间 拿起东西出去了 我先去找医生 先走了 赤小姐 嗯 好 栗北绝又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这一次是渐行渐远 没几秒钟 响起了咔嚓的关门声 紧接着是一阵 稀稀缩缩的声音 也不知道 那个女人在干什么 她极力地想要睁开眼睛 努力了几次之后 无力地发现 她竟然睁不开 眼皮就像是由千斤重一样 无论她怎么拼尽了全力 眼皮就是一动不动 Shit 她正在烦躁的时候 耳边安静之后 又传来了小女人的说话声 丽北绝 她暂时放弃了挣扎 聚精会神地等着她接下来的话 然而 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夏文 胸口那一种无名的烦躁 再度涌了起来 她在心里狠狠地皱了一下眉头 眉心皱得仿佛能够打结 该死的 这个女人突然叫她的名字 叫完了又不说话 是什么意思呀 她烦躁得恨不得马上睁开眼睛 牵制住她的手腕 问她什么事 可是该死的就是动弹不得 她还从未遇到过 这种意识是清醒的 却支配不了身体的情况 听说有一种植物人 就是意识是清醒的 但人动弹不得 在外界的人看起来 就是半死的状态 所以 她该不会